台中发生了高中生离奇坠楼身亡的案件 有一名18岁的赖姓高中生 接受父亲赠与房地产 市值高达了5亿元委托代叔处理 不料代叔的儿子假借要交高中生 处理房地产为由邀约出门 结果两个人竟然是去办理同性婚姻登记 但是才登记完一个多小时 高中生就离奇的在代叔儿子的住处坠楼身亡 家属得知之后相当震惊 怀疑儿子根本就是遭到社局陷害 愤而提告 而检方讯后预令被告 以30万人交保后传 十周母亲透过虚声刚成年的唯一独子 跟代叔儿子出一趟门进坠楼神王 嫌疑人就要求被害人一起迎酒 被害人他就被发现坠楼 我们不认为他是群众 我们认为他是被加工碎的 18岁赖姓高中生 他的爸爸投资有道 生前透过代叔把30多笔 价值5亿的房地产过户给儿子 没想到代叔儿子以助理身份 说要教导如何规划财产 把高中生约出去 两人近在4号当天早上9点 去办理同婚登记 两个小时后 高中生却在代叔儿子的住处 坠楼身亡 家属怀疑死因不单纯 这起命案疑点重重 因为高中生和代叔儿子 前后见面才两次 没有辞交 家属怀疑对方寄予财产 设局预谋犯案 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 结婚的证人 代叔否认指控 对儿子结婚也不知情 而检方讯后 立案他杀争败 身为嫌疑人的代叔儿子 以30万交保 并为限制住居出境 目前死者解剖结果 尚未出炉 但有酒精反应 至于酒内有无下药 还要厘清 赖妈妈短短两个月 接连痛虚丈夫和毒子 悲痛欲绝 只能将希望寄托死法 希望找出儿子 真正死因 这派信王东山台中报道 台中有一间购物中心 16号盛大开幕 但是在美食街 却出现了游民男子 疑似是因为不满店家 提醒他用餐之后 要归还保温汤罐 当场失控 不断地标骂店员 还说要请他吃饭 才会气消 有民众看到这一幕 拍下了整个过程 po上网 网友纷纷留言说 真的是太丢脸了 不过呢 店家表示 以何为贵 不会追究 美食街一名男子 怒气冲冲 站在柜台前 不断对着店员 破口大骂 店长出面举功道歉 但男子不领情 不但还为难店长 还要他请吃饭 他才会气消 没关系 你跟我说 啊不说你 你也在这儿 都不认识 你要请我吗 我才会消气啊 事情是发生在台中东区的 一间购物中心 一对男女到日式餐厅用餐 以示店员提醒 用完餐后 要记得归还保温汤罐 让男子当场情绪失控 没有关系啊 一旁的同行女伴 看不下去 拉着男子赶快离开 民众拍下画面po网 引发网友踏罚 纷纷留言 太丢脸了 而事后店家表示 以何为贵 不会追究顾客 比起追究顾客 我们依这件事情 我们更重视的是 对伙伴的关系 确实才新任 是公餐 然而五天内 我们遗失了 近三成的保温汤罐 汇报发纠纷 就是因为这小小一罐的 白色保温汤罐 里头装的是店家 特别熬煮的高汤 为了维持温度 选用保温汤 但无奈汤罐 遗失的速度太快 才会提醒客人 要记得归还 没有想到 因此引发顾客不满 街中部综合报道 这个月二号台铁 272次北上自强号列车 清晨雾点多 行经苗栗竹南路段的时候 撞上了一个 四公斤重的瓦斯钢瓶 导致车厢水管破裂 列车延误 一开始还以为说 是不是瓦斯航送货的时候 不小心掉落 不过后来啊 警方调阅了周遭的 监视轮器一一过滤 锁定了这个46岁的 传信嫌犯 疑似就是他 故意地把瓦斯钢瓶 放在铁轨上 而事后他还变装 企图要混淆警方 至于他犯动机为何 警方还要再理情 凌晨三点多 一名男子戴着压神帽 轻身脚踏车 在铁道附近徘徊 脚踏车后头 载着一包黑色的东西 隔没有多久 就传出了自强号列车 撞上了瓦斯钢瓶的意外 列车车厢水管破裂 也紧急停驶一共延误了 一百五十一分钟 造成了七班列车 八百四十名的旅客 受到影响 一开始还一度以为 是瓦斯航送货时 不小心掉落 但掉落的地点 距离路桥 平交道都有一段距离 周遭也没有围离 不排除是人为 警方也掉约附近的监视器 丑死剥茧 锁定了46岁的陈信嫌犯 铁路轨道旁边附近的 民家或是公庙 随手取得的 讲华的嫌犯将四公斤重的 瓦斯钢瓶由边坡上 搬运到铁轨的正中间 故意搞鬼 搬后还到假娃娃机店 拿出预藏的衣物 特地变装 企图躲避警方追气 而随着嫌犯被戴 瓦斯航也终于洗刷了嫌 太缺德 心情犯案一定会有影响 那现在人抓到了 快死活放下 幸好瓦斯钢瓶内没有瓦斯 只是空瓶 列车也没有脱轨爆炸 酿成更大的伤亡意外 但由于嫌犯始终不肯透露 他犯案的动机为何 警方讯后将他 异公共危险罪移送 地检署申请羁押 法院也裁定将他受押警戒 解台中苗栗综合报道 又发生了救护遭殴的暴力事件 台南消防局中正分队 18号凌晨接获入导通报 跟市长同名同姓的 锦销黄伟哲紧急出动 将车系男子送医 没有想到竟然遭到对方攻击 而事后锦销黄伟哲 非常的生气 验伤提告 台南市长黄伟哲听闻 跟自己同名同姓的 这名锦销受伤 立刻前往探视 可以说是黄伟哲挺黄伟哲 他也强调了 救护暴力绝不容许 我们不会打你 黑衣男子入导受伤 锦销将人送医 没想到男子出手攻击 冷不防朝锦销国长 其他救护见状立刻制止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东西 男子攻击锦销还不认错 继续高奔被叫嚣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陈先生你现在可以动手是不是 男子的恶行恶状 全被录下来 被打当下我们是很错愕的 我的眼镜就被打到旁边去 左脸颊跟我的耳朵都有红得中 你没看错 遭攻击的锦销 跟台南市长黄伟哲同名同姓 适合回响 依旧生气 事发在18号凌晨 卫福部台南医院 早早前锦销黄伟哲 接获入导通报 立刻前往救援 眼看车姓男子 浑身酒气 倒窝在地 也将人送医 没想到在医院内 竟遭攻击 事后锦销黄伟哲 决定提告 听闻跟自己同名同姓的锦销 执行公务被攻击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赶来关心 并强调锦销遭殴 绝不容许 我们今天来一方面是 看是我们的消防同仁 另外一方面也同声 公权力不能不伸张 伟哲疼惜伟哲之余 也期盼往后别再发声 救护暴力 借黄伯齐一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